螳螂虾的挥旋速度快过子弹 事实上除了捕猎外 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挖掘自己的洞穴 它们有几十条足部腹肢 能够裹挟大量的沙子 而且这些足部的腹肢也非常适合搞搬运工作 虾姑对于居住的洞穴十分讲究 每天都要进行一番细致的搭理 当然了 它们最引以为傲的 还是用于捕猎的那一对垂头一样的腹肢 出拳的速度快如闪电 一只螃蟹路过它的家门口 这对于虾姑来说是送上门的始物 虾姑一拳就将螃蟹击飞出去 这种拳速只有慢放两千倍 才能看清虾姑的动作 幸亏这只螃蟹的外壳足够坚硬 虾姑接下来迅速补上一拳 在这种恐怖的力道面前 螃蟹毫无招架之力被吹得人仰马翻 虾姑乘胜追击过去 又是一顿爆锤 没过多久螃蟹就凉了 最后虾姑将它拖进洞底 留着以后慢慢的消化 脂纹罗对腐肉散发的气味极为敏感 一条死鱼就可以将它们吸引过来 在短短的几分钟内 周围的脂纹罗全部聚拢过来 这条死鱼引发了脂纹罗强势 它们在进食的时候会伸出细长的红管 这种红管既能在食物上打孔 又可以吸食腐肉里的液体组织 它们翻开鱼皮 然后将红管探入其中 大口大口地吸食起来 脂纹罗专条死鱼身上最柔软的部位下嘴 而死鱼的眼睛无疑是最好的位置 最先赶到的脂纹罗在这里大口大口地饱餐着 其他的脂纹罗还在斑路上 只不过速度有些迟缓 有的脂纹罗则是选择乘上海浪 抵达盛宴的现场 这些脂纹罗是贪吃的时刻 可以在短短的十分钟 吸食相当于自身体重三分之一的食物 这样的进食速度是十分必要的 因为这片海岸线上鸡肠鹿鹿的 可不仅仅只有它们 吃饭盛宴就此结束 它们重新回到沙底下面 等待下一轮的腐肉大餐